接下來我們要介紹歐洲專利局的專利資料庫 那它收入了歐洲專利局所申請公開的歐洲專利 那它超過90個國家地區的專利文獻 它也從WIPO所申請的公開的PCT專利 所以歐洲專利局的專利資料庫是相當好用的 它不是只針對他們歐洲而已 它是還有去收納其他國家的專利文獻 那它的功能特色就是它可以提供免費的瀏覽及列印 專利家族與法律狀態資訊 那其中這個專利家族可以值得一提的就是 往往我們在做一些專利檢索的時候 那譬如說做可專利性的檢索的時候 那我們就很喜歡利用到歐洲專利局專利資料庫 這個專利家族的功能 譬如說它在美國有申請專利的 可是它也去日本或者去歐洲或者去韓國台灣都有申請專利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譬如說我看不懂韓文 可是因為它在美國有申請專利家族 就是它去美國也有申請專利 那我就可以可以得到它相對應的一個英文的說明書 那我不懂韓文沒關係 可是我可以去看得懂英文 所以關於專利家族這個功能 是在歐洲的專利資料庫它是可以找得到的 然後它的功能與特色 第二個就是它提供了超過90個國家的專利資料 所以歐洲專利資料庫是一個非常龐大的一個資料 目前這個畫面是歐洲專利局的專利資料庫的一個網站的畫面 接下來這個歐洲專利局 它還提供了這個專利在歐洲的註冊狀態 年費的繳交以及引用文獻等資訊 那它的狀態可以顯示這個專利目前的狀態 是不是最新的事件 然後而且它透過這個可以 還可以知道這個出版物 是不是包括了檢索報告 那還可以知道它的指定的申請國 還可以知道它的審查程序 還可以知道它的分案申請資訊 它的年費繳交紀錄 還有它的引用文獻 所以從這些欄位我們都可以去得到它的相關資訊 那如果要查詢歐洲專利的一個法律狀態跟專利家族的話 那也可以進到相關的欄位 可以知道法律狀態的一個夜遷 歷史事件的一個夜遷列 還有引用夜遷 還有專利家族的夜遷 還有所有文件夜遷列出該專利之檢索審查 送進歐洲專利局和歐洲專利局所遞送的所有文件的一個PDF檔 接下來講檢索報告 在歐洲專利申請案的申請的過程 歐洲專利局的審查官會出示檢索報告 也就是說歐洲專利局受理這個申請人提交的申請案後 他就是進行這個刑事審查 再交給這個檢索人員進行先前技術的一個檢索 然後把檢索所得到相關的引用文獻 他跟申請案來比對 然後就可以就這個可專利性做成書面意見 那現在這個畫面就是檢索報告 接下來我們就要介紹日本的專利資料庫 日本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市場 日本的專利資料庫的話 他收入的範圍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叫英文版的網站 他提供了特許使用新案的公報資料庫 特許使用新案的文獻號碼索引 日本專利英文摘要含法律狀態資訊 即易降公報的資料庫 那他的功能跟特色是 他有一個FIF10的一個輔助檢索介面 這個就是相當於專利分析裡面的一個叫做 據數功效矩陣圖 有點類似 那他還會有一個IPC的一個國際專利分類的一個對照 那他的法律狀態是他的栽要的頁面中 會有一個一個那個Legal Status的標籤 可以列出該件的專利的法律狀態的內容 目前這個頁面就是日本的專利資料庫的一個網站 那這是日本的一個專利文獻的一個範本 我們現在要進入中國大陸的一個專利資料庫 中國大陸就是世界的工廠想必也是很多的公司都會去大陸的申請專利 中國的知識產權局他的收入的範圍 在1985年9月10號以來還會公佈了大陸的專利公報 包括了發明專利、使用新型專利及外觀設計專利 那他的功能跟特色他是提供了國際專利分類 就是IPC的分類檢索及法律狀態等 那現在這個畫面就是中國大陸的一個專利資料庫的一個網站 那法律狀態他需要透過法律狀態的檢索系統他才可以得到 那提供了一個實質審查請求的生效 專利權的無效宣告 專利權的終止、專利的恢復、專利的申請權、專利權的移轉 專利實施許可合同的備案、專利權的質押、保全以及解除 著入事項變更、通知事項等資訊 那這個就是某一個大陸的專利文獻的一個法律狀態